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件事情 接下來剛才時期 時期拉開喇叭嘴的民調 雖然這個情勢是這樣 現在這一陣子會產生這個狀況 贏6%的狀況 是柯文哲實在做得太過分了 把國民黨的本盤都打回歸了 但是以侯友宜的本質 他還要藉著這個事再上去 其實不容易 因為終究柯文哲在操縱議題 跟操縱人 人這個尤其是有貪念的人身上 他的確還是有一定的功夫 這個戲會演到20號 就是登記24號登記完畢之前 都還會一直亂七八糟的演下 你覺得照這個情況來看 這個侯友宜事實上領先 柯文哲來到了6.3% 但是當侯友宜還在喊話的時候 他已經跟郭台銘手牽手去吃飯了 那麼郭台銘他連署的總數號稱超過103萬 而且連署站會轉型成各地的進辦 所以郭台銘應該是會選到底 還是說把連署站轉型各地進辦 跟柯文哲馬上做空氣跟陸地的結合 我覺得郭董現在的心情 其實是有一點哈姆雷特猶豫了 就to be or not to be 那他其實你要知道那個 那個什麼富士康被查 那鄉民的反應很好 都很準確啊 他就把郭董那首歌給改了 我姓郭割窩鍋 誰能賠得比我多 他已經賠光了 他最傷本啊 所以肉痛不痛 很痛 他要不要處理 他要處理 可是他如果不選下去 他也不對 他選下去對中國沒有辦法交代 他不選下去對美國沒有交代 對 沒有辦法交代 美國已經這樣子幫你了 賴佩霞的事情也給你加速通過 光速通過 然後還什麼這個訂單也放給你 什麼AI訂單也放給你 什麼東西也放給你 你知道對於老闆來說 訂單跟工廠必須二選一的時候 你選哪邊 所以你就是郭台銘還沒有辦法決定 對 我覺得他還在猶豫 還在撤 兩牆之間 但是他在臺灣 他如果他一百零三萬 中選會就算給你砍掉十萬 他還有九十萬 那他很威 管他那個 他真的問題是在司法那個方面 有會選 有這些東西的問題上面 他可能用各種理由 到時候跟 我這樣講好了 郭柯配或柯郭配 機率非常低 機率低 因為我是柯文哲 我也不敢選郭台銘 如果郭台銘的那些會選案 或那些東西出事的話 我柯文哲怎麼辦 那死得莫名其妙 但是郭台銘用這一百萬證明他 他還是有辦法把組織洞出來 真的一百零三萬嗎 我很懷疑任俊 這個因為他當然現在是喊是這樣喊 因為接下來中選會還是會公布 就是你到底送了幾份 重點不在他送幾份 重點是合格分數是多少份 所以我覺得那個要到後面這一段 但我覺得因為郭台銘現在遇到了 有幾個爭議 是目前有十七個案子正在查 就查他是不是有疑似 為了去買這個案子 而且我認為十七個案子 現在對檢邦來講 到底是個案 還是十七個案子可以串起來 不是個別的這個作業 老實講你說全台各地有十七個人 是為了郭台銘願意出錢出力 然後到處去買 而且還有些事去 你想為什麼要收藥禁見 對嘛 對嘛 收藥禁見就是看看 不能讓他們對口說嘛 對嘛 所以這裡面還會包含就是說 那你的金流到底是什麼 所以不是什麼二十幾塊錢 一瓶米酒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我就回來看就是說 今天的那一場 這個宮廟的活動 老實講我覺得 國民黨自己犯了蠢事 因為你如果最早的畫面流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原先排好了 就是黃呂在那邊斑斑斑 他先給人家敲鞋子你知道嗎 他就沒事 他就跟人家敲鞋子 當然你可以講他是熱心 他是熱情 那那邊斑斑斑 後來就變成那樣 那我認為郭台銘跟柯文哲之間的聯繫 在之前就有了 就在今天會面之前 事實上他們私家也見過 而且據我了解就是說 柯文哲那邊覺得 郭台銘的態度其實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一定要當老大 以前就是霸道總裁 霸氣阿爸 大哥先做四年 就是阿爸 據說他後面在見面的時候 郭台銘給他們的感覺 是覺得說 郭台銘有點放下的感覺 民調都假一杯嗎 要放下 輕鬆 但是我也講什麼話 就是郭台銘就算只有五趴 就算只有六趴或三趴 總是有趴數 所以我再跟剛剛這個昆玉哥講的 就是說你如果今天 真的說兩個人要配成一個什麼組合 可能對於柯文哲來 因為接下來還有一個 你的十七個案子 你都已經有需要進見了 不太可能 就是說通通就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對柯文哲來講 他一定會被挑戰 一個民眾堂去用劃成這樣 你又補成這樣 你再說一個 我如果還有旁邊什麼 而且郭台銘自己本身 還有一個副手 他已經先找了 所以有沒有可能 從另外一個合作的方向 就是說因為現在郭台銘 他中心送了 可是要登記不登記 還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們自己都有 他們一直都在保留這一塊 那你看柯文哲的說法也很有趣 柯文哲後來開始講 可是美國是給他訂單的人 他能讓美國不開心嗎 但是但是如果今天這樣走下來的時候 郭台銘還是要選擇 他也可以消極參選 消極參選 對啊 郭台銘如果不選下去 那十五個被羈押的人 請喝一看 他們現在已經期待你 郭台銘當選 然後來個大特色 對不對 不然我們被人 我們被你關在監獄裡 對不對 你為了鼓勵郭台銘參選 真的是還吃不到會客餐 用盡洪荒之力 你郭台銘不管不送會客餐過去 然後結果你不選了 我們爭取了 我們為了你身陷領悟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官員一定要選下去不可 不然這幾個人 而且現在 現在這個被搜索的人 被扣押的人越來越多 你覺得他應該要選下去 比較有交代 那你覺得實際上會不會選下去 因為這麼多人為你犧牲啊 對不對 就關在監獄裡面去 特別還有這個范城聯 對不對 飛機頭 現在沒辦法吹了 因為監獄裡面有髮膠 也沒有那個吹風機 現在飛機頭 變成飛機 變成飛機場了 阿川兄 你本來評估他幾份 一百零三萬份耶 開玩笑 現在走路橫著走了 不會啦 影印只一份 印十份就變一百零三萬份了 你這樣看人家沒有 如果十萬分印十次就一百零三萬份了 那是他自己說的 一百零三怎麼算出來了 一百零三很簡單 我們臺灣每次總統選舉 大概投一千五百萬票 那個郭台銘現在的民調 大概是七趴 一千五百乘以七就是一百零五 如果這一百零五萬是真的 一個連署的 如果老公又加小孩 從乘以三 他就三百幾萬票 問題是這一百零三一百零五 就是從那個一千五百萬票的七趴 算出來了嘛 這裡頭 郭守正 我就還要說郭守正 郭守正是科技人的AI 你一百零三萬份的 這些資料 你有全部都卡進去了嗎 進行就叫你去發展 你就連署的來 那身份證放下去 就辯別這身份證有沒有重複 有重複一文的彈雕 第二個 那幾個 十幾個 叫你去管他們送來 他們送來的 你千萬不要送出去 他們送來 你要拿去旁邊 搞不好都過五十萬份 你不要把那個現在被抓進去關了 被收押那十幾個人的 送來的連署書拿進去 你會出事 所以你就把那個 那個可能有做 還沒被抓到的 那些人送進去 搞不好就五十萬份 不要假的 在時間到之前 在時間到之前 那位輕人把它拿回來 因為你的人接去 連郭台銘 尤其是土調哥你一定有事 因為你把郭台銘 你一定你炒大 你一定把郭台銘說郭台銘 我一百零三萬份了 這樣 郭台銘說 土調科 幹得好 結果 總算我算是十萬三千份 我說你 你會有事 你說 這會差這麼多 我們不知道 好 好 呀 呀